堂堂行政院长在国会备巡时 和立委唇枪舌战 兰尾提修法禁止反直询 苏仁常大炮性格在开枪 会不会让人家觉得 这个立法委员太弱了 过去那种把官员当狗骂的时代 文化应该让他过去了 院长一开口就是谈猴子谈狗 立法院是国会殿堂 不是动物园 谈开过去民进党的黑历史 究竟是谁把官员当狗骂 我们要人给人要钱给钱 要X光机给X光机 结果发生破口 那你们还在这里 跟我院长讨论的方法干什么 茶非洲竹文走私肉品 孙仁堂却把官务署的官员 狠狠飙一顿 现在也党直询尖锐 过去民进党立委 对官员才叫无上线 我淋爸爸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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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跟你说 这样就出一口 出三口 又是丢香蕉 又是踹门 网友也炸锅 自己骂爽爽 轮到被骂却受不了 果然有隔魁会骂街 黄酸那不能骗神明的时代 过去了没 我不知道哪个时代 会把官员当狗骂 随便一个公务员 不管他是基层还是高层 他不高兴 他就是破口大骂 把官员当狗骂的时代 哪有过去 你不是现在正在进行事 就是把官员当狗骂吗 你们民营党自己过去 是怎么骂官员的 等到你自己当官了 就不准别人骂你 时尚最会标骂立委 和官员的隔魁 不晓得是忘记了 还是害怕想起来 记得林伟林佩杰台北采访报道 刑战院长苏贞昌先前在背询时 不但反直询 还问候蒋万安的祖父 没有信守承诺去反攻大陆 这回竟然在骂蒋万安是猴子 红屁股 在国会殿堂用谩骂甚至后来继续人身攻击 叫嚣的方式 我以为他是讲他自己 按照宪法行政长是我们中华民国最高的行政首长 他爬是最高的 我觉得行政长讲话可以不必这么出笔 宪法规定政务官有义务要被询苏贞昌为何老师 骂人海反直询 立法院所定的法律 从没有说不能反执行这几个字 苏贞昌他认为说没有这个条款 那就定这个条款 那你只是说没有写清楚 要写清楚那就写清楚 根本不应该有反执行这样的事情发生 那你反执行其实就是超出执行方法 你就不是执行的嘛 你反执行怎么是执行呢 你苏贞昌自己的法律会搞不清楚吗 蓝军就提应该订定苏贞昌条款 蓝军还调侃苏贞昌呛讲完 反倒让社会恍然大悟 原来在苏贞昌心中 让台湾不停电竟比反攻大陆还困难 反攻大陆不是超支在我们 超支在美国 讲完在回问的时候 你不是一直要台独台独吗 你不是台独党纲吗 那你怎么台独不了呢 那不是很无聊吗 停电跟这什么关系呢 顾主而言他在那边牵托嘛 转移目标转移焦点 史上头一遭被监督的行政院长 狂骂监督他的立委 当初选新北市长狂书 没半点民意基础的苏贞昌 有总统撑腰果然有恃无控 记者黄文君时国豪 SNG小组台北报道 informal j b slash